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讲个故事 大家有没有发现到最近的 Proton 好像有一点点安静 实际上它表面安静 但是实际上它们在酝酿着非常多的东西 除了早前我们的影片讲到的这个 XS-11 Sedan 之外 它们其实还有另外一款车正在进行测试 而且最近有很多的网友目击到这款车正在云顶测试 它就是全新的 SUV VX-11 也就是中国的豪越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豪越会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在影片正式开始之前 请大家订阅按赞我们的频道哦 大家是否还记得在吉利刚刚收购 Proton 的时候 计划在本地引进三款车型 分别就是博越 冰越 还有佳季 其中佳季是唯一一款 MPV 车型 当时甚至有白车身出现在我国市场了 那么为什么这款车会cancel呢? 或许是 Proton 考虑到七人座的 MPV 市场并不是太大 而且这几年的这个 MPV 市场也逐渐的萎缩 所以他们才会取消这个项目 而改用这个豪越来代替这个七人座的 而引进这个豪越来弥补这个七人座市场的空缺 实际上豪越虽然被称为 SUV 车型 但是它和佳季一样都采用吉利全新的 CV 平台打造 这个平台是专门为 MPV 打造的 因此它拥有非常宽阔的车身空间表现 还有非常灵活的座椅设定 如果我们看车身尺码的话 这一个豪越的车身尺码其实比目前还在贩售的 S70 还要大 因此可以想象一下它的车身空间应该会非常的出色 至于在外观细节上面 它也拥有 SUV 的粗矿 但是同时不失吉利车款的精致设计 我个人觉得这一个豪越的前脸设计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 你们觉得这个前脸设计怎么样呢? 在内装的设计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豪越这款车同样的延续了吉利的高质感设计 这个内装设计我个人甚至觉得它比这个 S70 还有 S50 更好看 尤其是中央的这个独立触屏主机 因为它采用的是新的硬件 所以它的界面显示效果都更为出色 当然少不了的还有这个数位化仪表以及全新的吉利方向盘 不过作为一款7人座的车型 最重要的就是后面第2排跟第3排的座椅设定 它采用的设定是2加3加2 也就是最前排两个座位 中间三个座位 最后排两个座位的设定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它的每一个座位都可以支持独立的倾导 也就是说它们完全是独立的 因此你可以根据你的需求来进行这个空间的调整 如果你真的需要一个非常大的债务空间的话 那么第2排跟第3排的座椅 甚至支援完全倾导 而且倾导之后它的空间表现非常的平整 所以这台车除了适合让你搬东西之外呢 如果你很喜欢在户外运动用上车子来露营的话 其实这个好业的座椅设定也会非常满足你的需求 安全配备的部分呢 是这个吉利系车款我们最不需要担心的地方 目前Proton引进的吉利系车款 包括这个S54还有S70 都拥有非常先进的主动安全配备 因此我们相信呢这个豪越引进马来西亚之后 同样的也会拥有这个Level 2的自动驾驶辅助技术 包括了Dype Stop M-Go 的主动式定速巡航 车道偏移警示 车道偏移辅助 车道维持系统 远近光灯自动调节 前方撞击液警 自动紧急刹车 大路图标显示功能等等都可以在这台车上面看到 至于在基本的安全配备上面呢 6个气囊 车身动态稳定系统 斜坡起步辅助系统 等等都会在这个上面看到 这样的安全配备作为家庭车来说是非常足够的 而且我也相信如果各位要选择一台家庭车的话 这些肯定是必不可少的 在动力配置的方面 这个豪越有两种引擎配置 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这个1.8L的TGDI引擎 还有7速的14双离合器变速箱 最大马力表现是184PS 峰值扭力表现300Nm 可能你会好奇 就是说这台车如果配置这样的引擎动力 加上它是7人座会不会很underpower 实际上并不会 这是因为这个豪越虽然说它是7人座的车型 但是实际上它的顶级版车身重量是1660KG 我们再参考一下这个S70 S70顶级版的车身重量是1675KG 所以实际上豪越还比S70轻了15KG 如果在空车的情况下 这个动力配置是绰绰有余的 我们以S70作为参考 S70的0-100加速表现是9.5秒 所以相信豪越应该也会有相同的表现 但是如果说在满云的情况下 那么这个豪越的负担呢 就会比S70更重一些 相信作为家庭车的话 很多人对于动力的需求是够用就好 而不是要很强 毕竟也没有几个人会开家庭车去跑 对不对 至于另外一个引擎配置 是Proton刚刚在它们全新的展示厅展示出来的 那就是1.5公升的三缸涡轮增压引擎 加上48V的轻度混合动力系统 实际上这套系统在中国 还有菲律宾还有其他的市场都已经被使用了 主要是由这个177PS的 1.5三缸涡轮增压引擎 还有这个轻度混合动力系统组成 在结合了电动马达之后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可以达到190PS 反而比起这个1.8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还要强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政府推动这个本地混合动力化进程的时候 Proton很有可能会让这一款7人座的SUV车型 率先采用这个48V的轻度混合动力系统 以响应政府的需求 而且这个是非常有可能的 当然它的变速箱同样的也是7速的双离合器变速箱 还有一点我们认为这个豪越Proton版本会采用1.5公升引擎的原因就是因为 目前Proton 已经在Dangio Manning 的工厂线增设这个引擎组装线 所以未来Proton 采用的引擎都会是本地组装 那么这款新车采用这个1.5公升的引擎是不是就合情合理了呢? 不过比较可惜的是 虽然说它主打户外运动它是一款SUV车型 但是目前这款车是不支援Ovial Drive全轮传动系统的 马来西亚的消费者买车的时候 最喜欢问的问题就是 这台车可不可以上运顶? Proton 作为国产汽车制造商呢 他们也很明白这个道理 因此在最近的一个月里面 他们一直安排这款传说驾用S90的7人座SUV车型 上云顶测试 而且也有不少网民在云顶看到这辆车进行测试 相信Proton 就是在测试 它有没有力上云顶? 那么各位觉得未来 这个量产版的Proton 豪越 会采用的是1.8公升的涡轮增加引擎 还是1.5公升涡轮增加引擎 加上48V的轻度混合动力系统呢? 欢迎你们在影片的下方留言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这期全部的内容 如果各位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也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 我们下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